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Alcatl的词 Alcatl的词第一个单词叫做Lacdesic 大家看到这个单词会觉得这个词乍一看有点乱码的感觉 是吧 这是在SAT里考过的一个词 咱们把它放到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 叫做什么呢 叫做懒洋洋的 叫做懒洋洋的 懒散的 咱们看过喜洋洋的同学 应该知道懒洋洋 那么他在记的时候还是会说一下 不建议大家去记他的评写了 就记他的特点 因为这词本身比较难 记他前四个字母 你就记住懒洋洋里边有哪个单词 还是记特点 有个缺少 我刚才在这个 之前那个讲那个J课程当中呢 讲到J字母的时候 讲到一个词叫做危险 还记得吗 我说危险 谁开头那个词叫危险 叫吉普车开头危险 还能记得吗 吉普加了一个消极名词吧 叫Jeopardy J-E-O-P J-E-E-P 变成了J-E-O-P A-R-D-I-Z-E Jeopardize 这也是一样 就记特点 缺少懒洋洋 Lacadesical 这样就记 缺少懒洋洋 缺少懒洋洋 每次记这个词的时候 就重复说这句话 说你下次看到这个 没有词跟它长得行进 所以不可能会记混 你就记住缺少开头这个词 长长的一串 但你说老师 我想记得他的拼写 你可以怎么去记 你看这里边 就考你的词会量 你想记得他的拼写的话 你看Lac-A 找熟词呗 有这样一个词 咱们看见没见过 叫Daisy Daisy表情的叫做除菊 咱们喜欢这个热衷韩剧 韩国电影的同学 应该知道这个词 叫做Daisy 后面再加一个谁 Ko 写上词后对 Lac-A Daisy Ko 你可以通过一个拆分 的技法去写它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不需要记它怎么写 就记前面 缺少懒洋洋 缺少懒洋洋的 那么这个词 它其实跟哪个词 是同跟同源的词呢 它跟这个单词 它是来自这个词 就是Lac 为什么懒洋洋 这是K和K思 第一天讲过K K Ks 这是一样的 发生同讲 Lac作为词跟懒洋洋 本身表示loose 叫什么 叫松 他常常就是 需要放松的状态 一个人很松懈的样子 你想想有的时候 你特别累 刚跑了两万米 之后摊在路上 这种松懈的样子 这个叫做懒洋洋的 叫Lac Lac 通过谁就 也不需要你硬背的 你看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 一个单词 哪个词能佐证 它跟松有关 最简单的一个词 就是放松 Relax 你就通过原音和福音的替换 也能看得出来 通过Relax取记 这个词根的意思 非常好记 因为直接有松的意思 在里面放松松 Relax Relax 上面也是Lac Decical 松懈的状态 叫做懒洋洋 它下面有哪些词 说一下 第一个词就是Lac 本身这个词 第二个词叫做Slac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Lac 第二个词叫做Slack 好 第一个单词叫Lac 这个词呢 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意思叫松弛的 就是松的嘛 这个词根本就是松 就是松的 我们说肌肉都松弛 你看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脸会垮下来 会塌下来 这个肉整一些都松下来的 它的反应词就是紧 Tight 第二个词还可以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做腹泻的 Diarrhea 拉肚子的 叫做Lax Lax 你看一下 也是 这个你可以通过一个拼音联想 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 一个联想办法 说用拼音拼音拼 大家自己说一下 勒阿拉 X拼音当中怎么读 叫C 你就明白该怎么去记了 所以为什么叫做腹泻的 Diarrhea 我们在医院里面 医生会说这个单词 所以要听得出来 Diarrhea Diarrhea 我还要写在旁边 这是一个名词 叫做腹泻的意思 拉肚子 腹泻 那是名词 Lax形容词 好 下面这个单词 画上五角形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 叫做Slack Slack这单词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注意 这个S在此处 是一个加强语气的 以前我给大家提过 我说这个26个字母当中 S这个字母 是一个加强语气的作用 在造词的时候 特别是在单音节词汇当中 就像咱们之前 忘记头咱们再讲 就像spend这个词 花费 为什么叫花费呢 它后面是来自于谁 那来自胖子这个词 是跟棒有关 这个S是一个加强 把英棒花出去 是这个意思 而这也是一样 S没有起到任何意义加强 所以它强呢 也是来自于Lax 还是松 它的第一个意思 跟上面同意 也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松的松弛的 松的松弛的 第二个意思 叫做什么呢 叫做萧条的 表示经济上 商业上萧条的 没有人 那这个怎么去记 它为什么叫萧条 萧条这个意思 它取自SL的字母组合的特点 我说过SL开头的字母组合 通常是跟什么有关 通常是跟下滑有关 对不对 所以想当是经济下滑 又缺少顾客 这样去记 经济下滑又缺少顾客 这个叫做slack 叫做slack 叫做萧条的 萧条的商场 萧条的一个状态 上面这个单词呢 拉洗 这个叫腹泻 或者叫什么呢 叫做松的松弛的 最后一个单词 叫lactistical 好 那么这一次到这里不说了 后面我会讲到 它的反义词 激井的词汇 现在我们先来记这个词 叫蓝洋洋 好 看下面这个单词 叫做laconic laconic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 是一个重点词 叫做简洁的 简明的 表示言词上 简洁不废话 它这个词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 这个古希腊的地方 叫做laconia 这也是来自于希腊语了 laconia 说古希腊这个地方 有个情况叫laconia laconia人这个地方呢 他们的人说话 以简洁而著称 它其实形容 这个地狱人的特点 就这个laconia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说话很简洁 通常都是用 回答问题的时候 都用一两个词来代过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典故就是 在受到这个 马其顿攻打的时候 这个菲利普斯 下下战书 上面写道说 如果再不打开城门 我会杀进城中 杀死你们的老人和孩子 将你们的城市 以为平地 但是在laconia人 他们在回的这个战书当中 在回信当中 只写了一个字 因为他说话很简洁嘛 就是回了一个字 叫什么叫if 叫什么叫如果 就是说 如果你打进来再说 现在说这都没有用 你打进来再说 所以laconia laconia这个词 它并没有展开的 同源一体词没有 它就是来自于laconia 所以刚才给大家讲了 这个故事之后 大家能明白 就像我们说提到人 地狱人的特点 一提到东北人 大家可能知道叫豪爽 一提到广东人 广州人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有钱 一提到上海人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可能会 比较精细做人 这个要知道 这个叫做地狱人的特点 这个叫做简洁的 叫laconia laconia这个地方的人 回了一个字 if这个典故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下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表示简洁类的词汇 简洁类的词汇 我们看看有哪些词 第一个单词 就是刚刚在 五六分钟之前 讲的一个词 叫做pc 第二个单词 继续concise 下一个叫做curt 下一个terse 最后 succinct 这些词呢 大家自己写一下词情 它们都是形容词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这一组 冗长 表示长的词汇 第一个词叫做verbose 第二个词 loquacious 第三个单词叫做tidious 还是一样边写边读 一定要读一读 接下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 guerless guerless g-a 最后一个叫做prolix 在国外考试当中 那么冗长和简洁 就是这些词 希望大家能够牢牢记住 跑不出去 考试当中这些词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第一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叫pc pc大家还记得吗 刚才咱们讲过 骨髓怎么说 狭窄的骨髓吧 叫narrow marrow 狭窄的道路有精髓 精髓叫pass piece 是这个单词吧 piece 所以精髓必然什么特点 精练的 简洁的 又说了一遍 精练简洁 精髓精练简洁 concise之前 咱们讲过的一个老词 来自于简子 切割这个词根 我叫切入叫insize 切除叫excise 对不对 一起都切没了 简洁 简洁的 下一个词curt 这词我也给大家讲过 来自cut 我说通过切去记 切短切短 简短而草率的 curt answer 简短而草率的回答 简短的 它也有一个短的特点 通过切去记 terst 这个没有讲过 terst这个单词呢 注意 它这个词一般不表示说话 一般都强调的是文字上的简洁 一般都强调的是 文字上的简洁 叫做terst 这个词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他去记 什么东西很简洁 咱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短信 叫text 通过他去记 叫text 课文这个词 咱们表示简讯 是吧 叫简讯或短信的意思 所以就记住 terst text terst text 简洁的短信 因为发短信呢 就是简单说一说就可以了 你不能说给别人发个短信 发了两万字 那不可能 那论文了 这要知道 谁跟谁发的变形 就是s和x 这个词你可以对照去记一下 同这样一个对照 这样记会更清楚 简洁的简讯 简洁的简讯 叫做terst text 下个词叫做succinct 这个单词呢 如果翻开这个 词言字典的一个解释 他说 首先看得到这个前缀 这两词注意 cc 两个c都发言了 他读成succinct 读一读 succinct 而且这一组词当中 头号重点就是他 如果你要参加考试的话 这个词是头号重点 你把它作为重点词具备 太多时候会出现名词 叫succinctness 后面加一个NESS 那么我说 按词言字典的一个解释 说suc表示的是在下面 sync的表示跟什么有关呢 cint cict的 cinst 它表示的叫bind 叫bong 把下面的东西绑起来 把雷坠的东西记起来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很干练简洁 你看一个女同学 披头散法 和一个女同学 往一个发际上面擦把倒簪 这种感觉 这要知道 这种一个是简洁 很干练的感觉 一个是披头散法 很冗长的感觉 但是你通过sync的 通过这个词言字典去记 就记成bind的 不太好记 把记成bong的话 不是特别好记 我建议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他去记 通过这个词去记 通过succeed去记 这里要放到一块去记 读一读 它只是作为一个行进词 和发音行进的两个词 放到一块去记 像读succinct succeed succinct succeed 发音还是很像的 一个是简洁 什么样的人简洁 成功人士简洁 成功人士简洁 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 说这句话 succeed succinct 下次背单词 一看到succinct的第一反应 它是来自于succeed 成功人士简洁 这意思就顺出来了 succeed succinct 作为一个行进词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冗长系列 冗长这个词呢 也都是同样 都是形容词 都是形容词 好 第一个单词 ose ose呢 咱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说ose 如果是形容词后缀的话 跟谁是一样呢 跟acius 他们是一样的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 刚才讲了一个单词 叫做笑话多 诙谐幽默的 怎么说 叫做jockers 所以这个什么多呢 通过verb把它讲成动词 动词太多 累赘 其实它是来自于 verb是来自于word 说话这个词 v和w发生通假了 它是来自于word 这个词的变形 但是大家不用再去记了 你直接就把它讲成动词多 很累赘 这样就完了 每次复义这个词就说verbose 动词多累赘 好 看下一个单词 loquacious 你看acius这个后缀又一次出现了 什么多呢 话多的 local就是log dialog log的变题 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loquacious 跟我读一读 loquacious 话多的 它是来自dialog的log 的变题 话多的 可歌 下一个单词叫做tedious tedious叫什么呢 叫做乏味而冗长的 它强调的是又长又没劲 so long and boring 比如说 a tedious speech 一个冗长的演讲 说了五个小时了 还没切入正题 这种太没劲了 这个叫做tedious tedious这个单词呢 首先形容侧候罪 不用废话 大家能看得出来 它主要把这个前半部分 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这个字旁边 它跟它是同源的 extend 叫做延伸这个词 它是来自tad 是tad的 取自tad的影响的 它部分 tad的作为词根类样 本身就是跟伸展 张开的意思 所以就是充满了张开 充满了伸展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做延伸 伸得很长的 因为extend叫延伸 伸展这个意思 所以叫extend tedious 伸展得很长 所以也叫做冗长 冗长而乏味的 它强调还没劲的感觉 下面的单词叫做guerless 注意这五个词当中 相对来说比较爱考的是它 就是guerless这个词 它有的时候会考到名词guerility ous序调叫ity 是它的名词形式 guerless这个词形容人 说话 话多的饶舌的 一般强调的是说话 话多饶舌 你看你一回家 你妈天天给你得不得 在家七天长假 你妈跟你说了八天的内容 这个叫做guerless 你妈你话太多了 它是来自于谁呢 不是来自于谁 这个里面我建议大家 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一个拆分的 一个办法去记 你看guerless呢 为什么叫做话多 把它前面想象carry 你看carry 加一个谁呢 带来太多了什么呢 ru 后面加一个os 把它拆成这样三部分去记 带来太多规则 像一回家你妈就跟你说 这一个这样做 那一个那样做 天天给你得不这些事情 carryru carryru 这样去记 carryless guerless 这样去记一下 这是通过一个拆分联想了 因为它本身没有展开 同样一几次没有 拆开 叫做carryru guerless guerless 下一个词叫prolux prolux这个单词也叫做 冗长的 啰嗦了 形容一个人说话 冗长啰嗦的 那么这个单词呢 它是来自于谁 pro表是向前 这个也是比较难记 这自己看肯定是看不出来了 翻开词原字典 那个解释 lix lix这个地方 它是来自影响了谁呢 它是来自这个词 叫liquid这个词 liquid咱们当年学过叫液体 对不对 叫做液体这个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里边它取的是液体的一个特点 就是往前流淌的感觉 液体流动 所以叫向前流动 向前流淌的感觉 所以一个事情 不断往前流 没了没了的去说 不断向前延伸的感觉 向前流动的感觉 所以这个也叫做 冗长的 proliquid 这样去读一读 proliquid 向前流动 向前流淌 也是这个事情 没了没了的 不断向前去说 朝一个方向 一直往前走 冗长啰嗦的 冗长啰嗦的 这是 科和科斯 这是一样的 proliquid prolix 把这几个词 混一个眼收 好 那么这些词快速 从头到尾总结一遍 咱们就翻篇了 冗长对简洁 咱们来看简洁 第一个 拉格尼亚人很简洁 if这个典故 laconia laconic peasy 狭窄的道路 狭窄道路 narrow path 两个精髓 marrow piece 精炼的 下一个一起切掉 简洁 curt cut 切掉 简洁 下一个terst text terst text 简洁简讯 简洁简讯 下一个词 成功人士简洁 succeed succinct succeed succinct 看有没有跟着读 下一个动词多 累赘verbose loquacious 话多 tedious extend 延伸 excedious tend tidious extend carry root guerless 最后一个prolix 好了 那么这些词到这里 就垂直结束了 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烂鬼的 烂鬼的叫做疲倦的 无力的 没精打采的 疲倦无力 没精打采的 这个单词通过谁去记呢 这通过一个拆分联想 这个意思还是比较直接的 斜音斜一斜 读三遍 斜音怎么斜过来 为什么叫疲倦 无力没精打采 看看是谁 蓝鬼 你可以通过一个拆分去记一下 就是蓝鬼的 泰兰这个人 蓝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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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这里边这个单词呢 形容词不说了 现在它的名词形式 大家可以写在旁边 像我们说叫做language 还有它的动词形式 language 动词疲倦 无精打采 上面是名词 疲倦 无精打采 蓝鬼 从这个词旁边写个language 没有力气 刚才刚讲过 还记得吗 大概在十分钟之前 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 叫做懒洋洋 懒洋洋谁开头 还记得吧 我说喜阳洋电影 电影动画片当中 缺少了谁 缺少懒洋洋吗 叫lackadaisical 缺少一朵出句 lackadaisical lackadaisical language 好这个单词到底不说了 这个通过一个联想 是比较好记得 好 让我们看 补充这样一个单词 抱歉 补充一个 叫做sluggish 还有一个叫做listless 两个 第一个叫做sluggish sluggish 第二个词叫做listless 如果是一个哈利波特迷的话 你应该看过这个词 叫做slugg slugg叫鼻涕虫 对不对 那么sluggish表什么呢 叫做行动迟缓的 也是一样 无力疲倦的都行 无精打采 无力疲倦的 无精打采的 或者表示叫做行动迟缓的 行动迟缓的 或者叫没精打采的 sluggish 如果你说老师 我不知道这个 比提从哈利波特 还是通过写训记 sluggish slugg slow 做的是很慢 行动很迟缓 来自于slow这个词 后面这个是一个ag 行动 这两个词跟压缩在一起了 slow slu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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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slow写在旁边 会有一个参照 下一个listless listless也是表示一个人 叫做什么呢 疲倦 没精打采 没精打采的 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 一个拆分局 你看没有列单子 一天不知道 自己该干嘛 没有列单子 就通过一个拆分局 想一想 一天不知道要干嘛 有的时候可能自己 一天会有很清晰的计划 上午干嘛 中午干嘛 晚上干嘛 但这一天都没有 写出任何的单子 也是没精打采的 不知道该干嘛 没有目标的感觉 叫做listless 你看你人生 有没有目标 如果每个人生 没有了一个单子 没有一个目标 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刻 该干嘛的时候 很迷茫的一个状态 没精打采 放到一块 listless sluggish 还有language 好让我们继续看 下一个单子 叫做lacitude 大家看这个单子 lacitude叫什么 叫做疲乏疲惫的意思 叫疲乏疲惫 那这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后缀 这个后缀呢 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也是见的比较多的 咱们当年学过态度 叫做altitude 精度叫longitude 对不对 纬度叫做latitude 还有我们所说的什么 叫做海拔高度 叫做altitude 所以大家以后再看到 tude结尾的词 哈哈一笑 是吧 指导一下 ok etude的结尾的词 它就是一个名词 后缀而已 它其实就是一个名词 后缀而已 那么这个词 为什么叫做疲乏疲惫 它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它的前半部分 你读一读 你看lacy lacy lacy 长得像发音像 还能跟疲乏疲惫 长得意思 联系非常紧密的是哪个词 你们会觉得 其实就是通过谁去记 它其实还来自于 松懈这个词 就是lax 对不对 还是来自lax 这个词根 但你也可以通过lazy 去记也行 那么都是一家的 通过lazy去记 懒惰懒羊羊的状态 疲乏疲惫 需要放松了 松懈的样 松垮的样子 疲乏疲惫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主要给大家总结的是 大家把旁边lazy写的旁边 我在词书主要给大家总结 也就是tude结尾的单词 我们在北美考证中看看 考过哪些词汇 第一个单词 叫做 从简单的开始写 magnitude 第二个multitude 第三个faultitude 下一个词叫做latitude 下边继续 叫做solitude 下一个 solitude solitude 下一个 叫做 继续 terpitude 下边 platitude 下边 aptitude 好 最后一个写在上面 vccitude 这考过的一些重点词 我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咱们来看一下 做一个总结 这些词大家在记的时候呢 重点肯定是记它前半部分就OK了 因为它后面都是tude结尾 所以你只要记住它来自于谁 这个意思就比较好联系上 首先咱们看第一个单词 叫做magnitude 注意在最前面 这个来自于谁呢 画一个横线 它来自于大这个词 就max max最大值嘛 mag跟大有一些关系 我们当年学过 比如说放大镜 叫做magnifier 对不对 放大就magnify 咱们也学过 宏伟的壮丽的叫magnificent 这都是一些基础词汇 所以它第一个意思 就发现叫做 这事儿忒大了 表示一事儿大 你看瞧它了 这事儿太大了 这叫什么叫重大重要性 重大重要性 这个事情重大重要性 第二个意思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东西的大小 数量大小 比如说我们说阵级 用它来表示的magnitude 地震的大小 几级啊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还是八级 叫做magnitude 第一个重大重要性 第二个大小 数量的大小 地震震计 用这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multitude multi呢 这里边抓住它就可以了 multi multi表示的是取多 跟多有一些关系 那么这单词就取多的意思 翻译成叫做许多 就表示这个叫许多 大量 叫做multitude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faultitude faultitude这个单词来自于谁呢 fault 来自于false 来自于谁呢 false叫做力量 是来自于这个单词 来自于力量这个词 所以叫什么叫做坚毅 坚韧不拔 坚毅毅力 大家要挺住 学习的时候 有一股韧劲 坚韧不拔 坚毅的意思 毅力叫做faultitude 是来自于力量这个词 和t 这是一样的 下一个词叫做latitude latitude这个在北美考试当中 它考察的是一个熟词PE 我们在国内考试当中 考察的叫做纬度的意思 但在北美考试当中 考过一个意思叫做 言论自由 考的是自由这个意思 自由的意思叫做latitude 所以现在把这个词 放到一块字记 叫做latitude 你看同一维度的时候 但其实同一维度 也都是不一样 可能在某些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可能并不是言论自由 但有一些像一些民主的 比如像美国 言论是自由的 这个叫做latitude 叫做自由 我看这边第一个单词 叫做solitude solitude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孤独寂寞 所以这个还是很好记的 因为它就来自于谁 就来自于solo 单独一个人这个词 第二个单词叫solicitude solicitude这两词放到一块 因为它俩很像 所以特别容易混淆 一个是孤独寂寞 单独一个的 但多了一个ic 加了一个ic之后 表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牵挂关怀的意思 牵挂关怀 就是eager care 就是这种 十分渴望的一种关注 挂念 都可以牵挂关怀 它的反义词就是冷漠 indifference 你可以写在旁边 一对照 你明白了 像一个人的时候 你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学习 来到北京 西东方学习的话 但你爸妈 还是挺挂念 你充满了挂念 牵挂这两个方法 一个是孤独 一个是牵挂 放到一块 孤独牵挂 下一个词叫做terpitude terpitude把这个词画一下 前半部分 这个跟谁是同源呢 跟他同源呢 叫做disturb disturb 这是谁跟谁发生一个变形 婆婆发生通假 能看得到 打扰别人的时候 这要强烈是一种态度 打扰别人的一种态度 你可以想想terpitude 就是disturb attitude 一个人生活当中 你看你在那学习的时候 你身边都有个人打扰你 你别学了 跟我一块玩吧 然后到后来呢 等到你睡觉的时候 他搬个小板灯 到厕所里偷摸去学了 最后考试的时候 你不及格 他满分 所以像这样的人 总是打扰你的人 这样你想一想 其中一个人的品质 叫做什么呢 叫做baby邪恶 baby邪恶 记住打扰别人的人 叫baby邪恶 我之前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了一个词叫政治 它可以和政治的词形成反应词 政治我们学过完整 整数整 叫什么叫integrity 还记得吗完整性 叫做terpitude disturb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platitude platitude这个单词呢 抓住他去记 叫什么呢 叫做banal words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次 我说被禁止的东西叫什么 叫臣服的平庸的 什么叫臣服的话呢 叫做臣词烂雕 我们在口语当中 一般会用这个词用的比较多一些 叫做cliché 一般会用这个用的比较多一些 叫做cliché banal words cliché发语词了 这个叫platitude 这是考试词汇 它为什么叫臣词烂雕 平淡乏味的话 这里边这个plat 它是来自于谁 写的旁边 是来自flat 记住记单词的时候 我再次想到 记得不是这个词的汉语意思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谁 它的意思就会非常好记 或这个词跟谁放在一块记都行 让我说刚才讲过一个词 咱们回忆一下 有段时间了 刚才讲了一个词 叫做保持整洁 保持整洁 还记得书装整齐的 叫什么captor camped 有点印象吗 有一点印象 马上就能想起来 你看一看 就会记得很深了 这回就 这也是一样 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它来flat flat咱们当年学过叫平嘛 别的嘛 平淡的 表示事物平淡的 平淡的话 陈词乱调 好看最后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aptitude aptitude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抓住它去记 把谁写的旁边 把adapt写的旁边 适应 跟它是同源的 跟它是同源的 像这个人适应能力强 咱们现在会说 这个人到哪 很快就能适应 学这个东西 马上就能上手 是一个人叫什么呢 很有什么talent 叫什么呢 叫做天资天赋 天资能力 天资天赋talent 记住 适应能力强 写这四个字 五个字 适应能力强 叫做aptitude 很有适应性的 适应能力强的人 有天赋天资 最后一个字叫Vccitude Vccitude 在托福的语度当中 也考过 名词叫做 社会时代的变迁 兴衰变迁 叫做Vccitude 这个词的注文在第二年节 社会的兴衰变迁 Vccitude 这次大家可以通过 谁去记呢 第一个 大家可以通过 前面这个词 就是看VS 看到的吗 改变吗 可能大家在美国 二十年回来之后 可能发现 中关存已经改名了 没了 这种感觉 这要知道 社会发生的一种巨变 可能有一些国家 从社会主义 变成了资本主义了 或者有一些国家 原来是资本主义 后来变成社会主义了 是吧 这要知道 这是社会带来的一种巨变 变迁 看到的 但如果你觉得不好记 还是可以通过它去记 通过一个拆分联想 cc 里面找到一个男子 叫cc cc咱们都知道叫什么 娘娘腔的 形容男生很娘 sissy 或者是cisssy 都行 两个写法都可以 cc 看到了男生都变了 是审美上 时代上带来这样的一种改变 vcc 通过他自己也行 里面有个cc cc 不过想一想 男生变得很娘 这也是一种改变 变迁 但是你要通过词根 就通过他前面去看了 就看到了 改变 看到了cc 变迁 好了 那么这些词 冲头到尾穿一遍 然后咱们这种词就结束了 跟我过一下 第一个词先讲 它来自于谁 谁啊 懒 跟懒是同源的 是吧 所以叫做疲乏疲惫 第二个呢 大重大 多 许多 下一个来自于力量 叫什么 坚毅坚韧不拔 一种毅力的感觉 下一个词 同一维度的 叫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 叫latitude 下一个孤独寂寞的时候 充满了牵挂 孤独 solo 来自于solo 有牵挂 下一个打扰别人的人 很卑鄙 打扰别人的人 很卑鄙 平淡无畏的话 陈词乱雕 适应能力强 aptitude 叫做什么呢 叫做有很有天赋 天资 最后一个看到了 社会的改变 变迁 vcc 你要记得他的写法 中间就记成cc 这就能写出来 不会拼错了 vcc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 叫做latent 叫做潜在的潜伏 我们若干年且学过一个单词 叫做potential 它就应该还有印象 那么那是一个高中词汇 latent也是叫潜在的潜藏 它先造个词组 比如说我们说叫潜力 你用它造也可以 叫latent power latent power 也可 为什么叫潜在 它没有什么 它都能展开词 这就是潜在的东西 它是late 叫做开头聚集 它是迟来的 后来的 它不是上来就有 是一点一点 来得很晚的 这就是一种潜伏的 来得晚的 通过late聚集 latent 它的名词形成是latency cy 这不是cy 就可以了 记住它来自于谁 这个词也是比较常见的 latent power potential 潜伏的 潜在的 好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底也是一样 不讲了 没有展开 下面看下一个词 叫做lateral lateral这个词 本身叫做横向侧面的 横向的 或者我们叫做侧面的 一个东西侧面的 不是正面侧面的 我主要把这个词 来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时候 主要让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lateral 作为词根来讲的话 它本身表示side 跟什么有关呢 跟边 东西的边有一些关系 因为在侧面 咱们看一个人的剪影 侧面 跟边有关 我们在考试当中 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它 叫bilateral 叫做bilateral 叫做双边的 叫做双边的 你看你看 两个边 咱们说双边关系 双边会谈 双边 那么如果说unilateral 美国单边政策 单方面中止 unilateral 对不对 如果说叫多边 刚才刚讲过多 怎么说这个前置 也叫multi 就在叫做multilateral 叫做multilateral 那么这里边 我说还有这样一个词 写一下就可以了 叫做collateral collateral这个词呢 有两个词性 形容词 也可以表示名词词性 两个词性 这叫什么边呢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共同的一个边 你看看 共同的边 这个第一个 它个表什么 表示我们叫做旁系的 是亲属 旁系亲属 就是这个词 旁系的 会叫附属的 其实大家注意 这个词的考点 就是考有关系的 他们是relevant 你要记住这个特点 它是有关系的 它考的是这个特征 旁系的 比如说我的二大爷 是你二叔 你看一下 那咱们俩共同的一个边 沾一个亲戚 都沾这一个亲戚 这个叫做旁系 叫旁系的 col表示共同一起吗 共同一个边 说我三舅妈 是你二大爷的 老婆的姐姐 这样一种感觉 还是搭一点亲戚关系的 这个叫做旁系 第二个名词 这里面是一个重点 我们在生活当中 口味当中是能说得到的 这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抵押物 抵押品 抵押物 抵押品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界限 它也既也归你 也归我 咱们俩共同是有联系的 这个叫做抵押物 担保物 抵押物 抵押品 这个意思作为一个重点 意思大家读一读 记住 共同的一个边 都搭着一个边 一个叫有关系 旁系 旁系亲属 名词 叫做抵押物 双边 单边 这个意思大家知道 如果说咱们考数学的同学 说等边的怎么说 叫equilateral equo 开头那个词 equui 加个lateral equilateral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不说了 叫横线 侧面这个词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 Lineancy 对对他 叫宽厚仁慈 形容一个人的特点 形容一个特点 叫做宽厚仁慈 咱们在当年学过一个 比较简单的词 叫做merciful 还记得吗 mercy 就是Lineancy 那是mercy 那么我在咱们这个课堂当中 我给大家也讲了一个单词 形容一个人 宽厚仁慈 叫做climate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是来自于气候 温和的 还记得吗 climate climate 来自于气候那个词 我说天气狂暴的怎么说 前面用in来否定 inclimate 或者表示一个人 冷酷无情的 都可以用它来造 那么这个两个词 是我们在北米考试当中 两个表示宽厚仁慈的 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词 那么书上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看一下 叫做Lineant Lineant 这是它的形容词词性了 它通过谁去记呢 这两个词 它们仨是同源的 动词 还有就是relentless 大家把这三个词 放到一块 大家把这三个词 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Lenient 第二个词叫relent 第三个单词叫relentless 叫relentless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Lenient Lenient刚才说过了 是形容词性 它们仨是同源的 你看词就在这 相同部分在这能出现了 大家可以画一个横线 它只不过在第一个形容词 在造词的时候 它把那个t给去掉了 我们先来看动词 relent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to become forgivable and compassionate become forgivable and compassionate 所以一个人变得宽恕 变得有同情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 要做宽容 宽厚 怜悯都行 宽厚 怜悯 宽容 那就表示这样一个意思 这个呢你要翻开字典 它说lent表示叫做软 它相当于心软 所以宽厚 怜悯 但这个跟soft长得不像 所以不太好备 我记得大家也是通过一个联想 记住 谁样的人很宽容你 又再一次通过一个联想 再次借给你 一个人宽容了你 再次借给你东西 你这样几句 relent 再次借你东西的人宽容你 没有跟你斤斤计较 虽然当年你伤过他 但他还是再次借给你了 像这样去想 再次借给很宽容 relentless 记住这个动词 这仨都能记得住了 你看relentless就是不宽容 叫做冷酷无情的 多年前我讲了一个单词 还记得不 怎么喊也不理你 心肠硬手硬 callous callous 张满双手 张满老简的双手 还记得不 加了个ed吗 callous 无情冷酷的 relentless 也有这个意思 宽容不宽容 上面还是宽容 叫lenient 就是lentient 把这个t给去掉了 叫做lenient 这个词是一个 比较难记的词 实话是说 它也是一个单词 读一读 叫lenient 再次借动词 宽容 形容词 宽容的 动词 第二个形容词 叫做不宽容 冷酷无情 好 这个单词到底不说了 再次把climate写到旁边 气候温和 宽容 形容人 好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这个单词 这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lethargic 读一读它 lethargic 这个词叫做昏睡的 瞌睡的 昏睡瞌睡的 大家可能现在 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特别想睡觉 被单词背不进去了 那你看不背就完蛋了 要知道 打瞌睡 I'm sleepy I'm drowsy 困冷不行了 它是来自于谁了 这也是有典故的 是来自于希腊神话当中的一条河流 叫做leath 叫做望川河 就是人们在这个 冥界的一条河流 大家一可能看过圣诺室 等会应该知道 冥界肯定也是知道 这名字不是什么好字 冥界的一条河流 望川河 人们在这里饮了这个河水之后 就昏昏欲睡迅速死去 望去尘世间的一切事物 就类似于咱们中国神话当中 所讲到的孟婆汤 大家也是一样 百年之后 郭奈何小喝了一碗孟婆汤 最后词汇上归零 这被结束了 就要知道 他现在昏昏欲睡就死了 是这种感觉 他是来自于leath 这个词 他派生出了两个单词 一个叫做leath 小写 小写 L-E-T-H-A-L Leath 还有个就是他的这个词 把它的名字写下 叫做alth L-E-T-H-E-T 叫做L-E-T-H-E-T-H-E-T-H-E-T 一个叫做Le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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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词L-E-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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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O 叫做Lethal 叫Lethal 我们在科语当中有个简单词叫fatal 还有印象吗这字 太胖容易致命 通过fat去想一想 致命 喝这河水嘛 立死 立刻就死 望穿河 下面lethogy是他的派生书的第二个词 因为死之前他想到这样一个状态 叫做昏睡 没有人说这死的时候忽然间爆炸了 就是在金融小说当中才能出现的一个情况 血管暴力而死 他想到是 弥留之境下 一个人也是昏昏欲睡昏过去了 最后死掉了 是这样一个动作 叫做 一个叫做立死 叫做致命 第二个 死之前喝完这个河水之后 叫做lethogy 叫做昏睡 昏昏欲睡 上面这个只不过就是他的形容词 所以他派生出主要就是这样两个词 一个是致命 一个是昏睡 一个是致命的 一个是昏睡 先昏睡再死去 这样去起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也是一样 不讲了 结束 他没有其他的展开词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L的最后一个词叫做liquidate liquidate叫做清算结算 清算结算 这个词很明显 一看他就来自于谁 liquid liquid这个单词呢 怎么去记 所以说这液体跟清算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不要忘记 再补充一个新的意思 liquid呢 如果作为形容词来讲 大家在背红宝说的时候也会发现 他在北米考试当中 也考过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清澈的 叫做清澈的是液体清澈的 所以你看 什么叫清算 就是把债务搞清楚 你这样去记 一个是清澈 一个是清算 liquidate liability 你看一看 搞清楚这个债务 清算债务 清算资产 liquid the assets 对不对 都可以 叫做清算债务 清算什么什么东西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一个词叫结账 清算一下 算一下账 结算 算清 叫做settle 有这样的一个词 se就定居 settle 我会截下我账单 liquid也是一样 清算资产 清算结算 清澈 liquid 另外还有一个派生出了哪个词呢 所以我在读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反复听 张嘴一定要多读一读 单词不读没有印象了 liquid phi 这学物理的话背一背 sat的东西可以背一背它 liquid phi叫做液化 phi吗 什么什么话吗 指质怎么样 叫做液化 liquid phi liquidate 还有叫做liquid 把这三个词放到一块 清澈 清算 告清债务 记住我的解释 好 那么这些词到这里不说了